我会用中文来讲 我想讲的是一个关于创客的故事 那么去年的三月 我和研究生有一个头脑的风暴 那我们想找到一种新的模式 来让设计师和技术的人员 能够在一起做一些创新的工作 于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工作坊 叫Design Now 那我们的slogan就叫做 Idear means nothing unless you make it real 所以我们更强调说 在两天的时间内 把一个构想变成一个现实的东西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当中 我们用了这样一个英雄之旅 Hero Journey 来去把所有的这个过程给它穿起来 首先我们会接受挑战 然后进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 然后我们有克服各种障碍 到最后我们赢得了最终的 这样一个成果 然后再得到这样一个奖励 返回到我们的现实世界 那我们这些挑战呢 我们是来自于真实的世界 比如说环境的污染 比如说交通的问题 比如说这些电子垃圾 我们会通过呢这个社会化的网络 来收集这样的一些挑战 然后呢同时这样一些social media 也是作为一个联系起参与者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的学生团队呢 他们会在一起工作 会有不同背景的同学在一起 那么他们呢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学习 基于项目进行创新 同时呢他们也会 比如说这个技术的商业的 还有设计的呢在一起能够取长补短 去从概念到一个现实的一个原型 那么在这个旅程当中呢 他们会遇到导师 导师不仅会给他们提供 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资源 同时呢他也会给他们一些 design thinking这方面的一些指导 就是设计思维 那么这些呢可以让他们去 能够很好的去梳理 整个创造性的过程 那么和这个线上的这种教学不一样 这个MOOC不一样的地方 创客Maker他更喜欢的是一个线下的 物理的这个空间当中进行创新 他们喜欢的是面对面的这样一种交流 那网络呢只是一种补充 更重要的是一个learning by doing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也用这样的一种 critical making的一种方式 让他们去思考技术 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们可以去hack一个3D打印机 那么让他们不再惧怕技术 那么对于创新保持一种好奇心 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些工作坊的活动呢 我们会发现说创客Maker 不仅仅是一种草根的运动 同时呢比如说这个项目是一个 校园的官鸟 bird watching 那么它其实是一个citizen sense 市民科学的一个活动 它可以去用重包 crowd sourcing 以及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群体智慧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种复杂系统的解决当中 那么经过两天的实践以后呢 我们会有三个月的时间做持续的开发 大家看到的这些项目都在北京国际设计周 我们做了一个作品的展示 体现他们在人文和科技之间 如何整合去解决这个智慧城市 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那么更高一层面的活动呢 我们是今年做了教育部的中美青年创客的一个比赛 那么这个比赛呢 我们是把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 这个创客混合在一起 我们有一百支团队 然后参加这样的这个 为期两到三个月的这样一个比赛 那最终呢 我们这个团队是获得了这个一等奖 那么它的作品呢 也是一个思考这个这种技术和城市之间 包括树和城市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美国的副国务卿来去颁了这样的一个奖项 应该说这是创客所能得到的 在国内一个最高的这样一个奖项 那么我们把视角转到美国来看呢 这个这样的一个年轻的这个小创客 曾经在白宫演示他的棉花糖大炮 那么今年的6月18号呢 这个白宫举办了首届的创客嘉年华 同时呢 也把这一天作为National Day of Making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创客界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看其他的一些高校 比如说MIT 它有Meters 一个学生的创客空间 我们看到这个Berkeley 它有Decal 是一个学生的互相教学的这么一个program 也有像这个Stanford的D School 是一个交叉学科的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所有的这些项目 我们未来都可以和清华的这样一个makerspace 一个创客空间进行互联 所以清华的这个未来的makerspace呢 不仅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hub 一个极限器 同时也会帮助更多的这种年轻的人 走上这种创新的之旅 帮助他们呢从梦想变成现实 所以这是我的演讲 那么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How to design the experiential education model in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y based on maker movement 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何让学生成为梦想的一个实现家 在这个研究型的大学当中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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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